侯友宜 臺中市長盧秀燕 今天中午十二點出席 新北和臺中市政府城市交流 這是總統大選後 受賜只有漢子跟燕子合體 兩人都被視為競爭 下一屆國民黨主席人選 被問到政治題 來聽一下他們怎麼說 以上班時間不談政治為由 但被問到山海公民拆糧行動 發起的罷免 基隆市長謝國良案 距離第二階段的三萬七百九十二份 門檻已經相當接近 事實上侯友宜對此表示 臺灣需要的是合作 不是政治對抗 臺中市長盧秀燕則表示 總統大選已經結束 人民都希望能夠安居樂業 但如果罷免案過第二關 會不會到基隆力挺謝國良 則是沒有說死 更必一預先做毛鴿